12月6号的最新消息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 我们说了多次的12号线 12号线西延伸工程 它的环评报告终于获得批准了 已经批准通过 其实对于12号线的前期的一些踏刊测评 其实都已经在路上了 好多工作也相应的已经启动 像我们之前也说过配套的工程 拆迁工程等等已经启动 那12号线的这个环评获得批准之后 全线动工已经尽在咫尺 所以相关的周边的这个居民 又可以打出一口气 哇真的这条线快来了 当然我们之前也诟病过 这条线的建设周期实在是过长 好多人说等它建成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退休了 所以这个轨交建设 有没有办法能够加快一点呢 但是这条线路确实它全程都在地下 所以你要它快可能也没那么容易 而且这条线路确实了 这条线路确实 tweaks 一条线路确实ook 我们不aje到刀